對 其實那一天就是許甫跟陳志安夫妻 不應該被拍到在高鐵上 我知道因為許甫好像是聽說是岡山人 可能是回家看長輩 這個是有可能的 但是因為有很多個假日 為什麼要選那個假日 就很容易被做文章 而且因為你們兩個現在太出名了 你搭在高鐵 不管你搭哪一個車廂都會被拍到 好 現在民眾黨意圖用政治獻金 來幫柯文哲 這個無法解釋的這一筆錢來做解釋 但是其實他們一開始的解釋說 陳志安是說朱雅虎 因為我們都講了朱雅虎承認行賄 他說沒有沒有 朱雅虎沒有承認行賄 他只承認他叫人捐政治獻金 那其實你們好好想一想 如果是朱雅虎叫人捐政治獻金 那請問跟行賄之間的差別是什麼 我可以叫姚慧珍去捐政治獻金 指定他捐給誰嗎 他不會理我 但是如果我是他的長官 他是我的下屬 我幫他準備好三十萬 慧珍那個人頭借用一下 我下午馬上去 你知道我們公司 而且還給你抵稅 對 你知道我們公司最近那個 你知道的嘛 對 就去了 那這個算不算行賄 這個當然就是行賄 要不然這怎麼會叫政治獻金 而且我覺得你們卡提諾法學院 真的我要再講一下 你們都不看判例的 李恒榮的案子 大家記不記得 許永明跟其他的幾個一審被判有罪 他們都叫政治獻金 民主不被法官才認 通通一審都重判 那所以你覺得政治獻金說得過去嗎 你法官不會相信這樣的解釋啦 而且你沒有辦法去解釋 為什麼政治獻金在三天之內七個人 同時都捐到個人最高額度 你真的無法解釋啦 你真的唯一比較合理的解釋 就是那個叫潤比費 我在你節目講過嘛 因為三月二十六號下午五點多確認 錢都進來了 三月七號公文就發出去了嘛 王警茂是二十六號下午五點五分 簽的公文嘛 那個叫潤比費嘛 對不對 那你說這個沒有對價嗎 我跟你講任何檢察官都覺得 這筆錢有問題 這一定有對價嘛 所以你政治獻金拗不過去 更何況 我覺得你們很奇怪 你們在解釋那個什麼 就是黨公職的責任 對不對 剛剛四超貓已經跟我們講過了 高宏安的時候說這個案子 這個二零二零年就有 到柯文哲的時候變成說二零二一年才有 請問你們 民眾黨是已經成立五百年了 會記不起來嗎 喂我提醒大家 這個黨才五年 不是五百年 你不用去翻黨史 用腦袋就可以記了起來 我們自己Google就有了 對貴黨什麼時候開始有規定 公職要有分攤金的 這件事情 你們應該記得很清楚 你們現在為了想幫柯文哲脫罪 就搞到卓氏金飛 或是卓飛金氏 但是我覺得這些真的都幫不了柯文哲 還有我真的建議你們這些發言人 盡量不要出來講話了 我知道你們領薪水要有KPI 所以你覺得他去高雄好了嗎 對我還是覺得他去高雄 其實比較聰明的 因為三公四老闆 就不要再講 就乾脆被拍到 結果被笑個兩天也就算了 你萬一跑到土城的現場 又不小心又講錯什麼話 那不是今天大家要拿來做文章嗎 所以其實陳志漢這個做法 是聰明的 上公三一波 博昌功法的奧義呢 就是全身而退 取而代之 所有的小草要七點半上班 櫻桃給五七點半這邊清水嗎 感謝支持全台灣最歡樂 這是含金量最高的直播正論節目 橫橫抖內幕 收視狂開紅盤 網路播放量突破千萬次 現在我要發出奶粉招集令 週一到週五下午兩點到四點 等奶魚 奶球一起抖起來 什麼你下午的直播沒有跟上 不用怕 晚間十二點友善字幕版 等你一起來 看見 你們 都市民 可惡